国际体坛消息来关心法网公开赛的最新战况 纳达尔大战5局在延长赛 显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科维奇 挺进了冠军决赛 而小威廉斯是击败了俄罗斯好手沙拉波娃 摘下了个人第16座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 法网公开赛在6月7号的比赛 西班牙蛮牛纳达尔对战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科维奇 双方大战四个半小时 最终纳达尔以6比4 3比6 6比1 6比7 9比7获得胜利 进军冠军决赛 下一战的对手将是宋佳与菲瑞尔的胜方 而在6月8号 小威廉斯则以6比4 6比4在1小时46分的比赛 以直落二击败俄罗斯好手沙拉波娃 取得冠军奖杯 这是他个人生涯第16座大满贯赛冠军 新唐人养跳电视江紫阳变异